在五年前簽的委託意義裏面 工程造價對特區政府來說是沒有封頂條款的 而昨天宣布的新協議是封頂的 而且同時確定了員工的日期 如果不簽這個協議的話 不知道最後工程造價是多少 因此這個協議是更加能夠保障納粹人的權益 也可以定定最後員工的日期是何時 因此這個協議是值得大家支持的